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抗议与支持习近平的民众在旧金山多地发生冲突 拜习会终于落幕 美中关系又将何去何从 美国总统拜登公开关注台海安全 台湾官方作出回应 浙江知名异议人士朱怡夫患重病 急需各界关注 欢迎您收听亚太报道 各界瞩目的拜习会11月15日在旧金山湾区的费洛里庄园登场 经过总共约4个小时的面对面会谈 双方取得了哪些具体成果 在一些明显分歧问题上是否达成了某种共识 美中竞争演变成冲突的风险真的降低了吗 请听记者凯迪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三在旧金山以南25英里的费洛里庄园 举行了共约4小时的会谈 拜登总统在会后单独举行的记者会上 称会晤坦诚直接并取得一些重要进展 他还说这是双方最负建设性与成果的一次会谈 拜登宣布双方就阻止芬泰尼全体化学品 从中国流入美国达成了一项协议 此外双方还同意恢复直接的军事联系 拜登指出美中军方将回到直接开放清晰的直接沟通 以避免事故和重大误判 拜登也重申美国将继续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 但将负责任的管理这种竞争 令其不会转变成冲突 同时只要双方利益一致时就会共同努力合作 不过两位领导人虽进行了长时间会晤和磋商 拜登在记者会上回应提问时 仍然重申早先时候的说法 认为习近平是一名独裁者 某种意义上他是个独裁者 因为他以一人之力管理着一个国家 一个共产国家 其政府形势与我们完全不同 而对于他是否信任习近平的问题 拜登的回应则是 我姑且信任但要验证 就如俗话所说的 这就是我的态度 拜登表示 双方还就一系列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交换了意见 包括俄乌战争加沙冲突 他还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我重申自从我成为总统以来所说过的话 历届总统也都是这样说的 我们维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共识 我不会改变这一点 这不会改变 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程度 周三当天 习近平在会谈开场致辞中 谈到美中关系时则说 习近平依然强调称 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 华盛顿邮报指出 拜登和习近平这次会后的语调 明显比一年前的会晤时更为缓和 两人当前各有国内和全球挑战需要应对 都有意化解紧张关系 不过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亚太项目主任葛来仪 日前曾对本台表示 中国虽然确实需要与美国建立更稳定的关系 但这只是一种战术转变 而非战略转变 能维持多久上代观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于11月15日在加州举行拜席会 在当地的多处地点 抗议与欢迎习近平到访的人士 展开了多场集会并频发暴力冲突 请听记者孙诚的报道 当天上午在旧金山中灵馆外 大批各族裔的示威者聚集起来 展开抗议习近平到访旧金山的示威 参与集会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怡说 他希望习近平知道他的极权统治 不会维持很久 因为多个族群的人民会联合起来反对他 并说 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一样 即使他现在经常会有跨境镇压 和恐吓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不会停止发生 美国当局也是非常清楚中国的本质 我们也会继续务求国际社会 知道习近平的本质是怎样的 所以这一刻希望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 来反对习近平 反中共极权 在集会中 藏人们唱起了西藏流亡政府国歌 港人播放了歌曲《愿荣光归香港》 一批维吾尔人则戴上锁链和蒙眼黑布 象征着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在中灵馆外进行了抗议之后 集会者们又研究金山市区的街道展开了游行 从一天上午 在拜习会的会场 斐洛利庄园外的山坡 发生了更大规模的集会 在一座高架桥的一侧 包括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 以及在美越南人 香港人团体成员在内的许多抗议者们聚集起来 而在桥的另一侧 大批头戴红帽的人士 则手持中国五星红旗 举起了写有欢迎习主席字样的标语牌 到场参与抗议活动的公民会外务负责人 前会长杨若辉表示 自己之所以从加拿大来到美国参加本次活动 是因为 参加了欢迎习近平活动的在美华人团体 加州男生合唱团成员杨学院则告诉记者 他通过这种参与 想表达的感受 使中国和美国能够继续友好 他说 抗议者和欢迎者的集会 从当天上午持续到了下午 在这一期间 双方发生了不止一次激烈的暴力冲突 并被现场的警察阻止 当天 抗议和欢迎习近平人士之间的暴力冲突 不仅发生在拜习会会场之外 在习近平下榻的旧金山瑞吉酒店附近 以及习近平与美国企业界举行晚宴的酒店外 也发生了多次抗议者和欢迎者之间的暴力冲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 旧金山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日前在旧金山举行会晤 双方针对有关重启两国军事对话 芬太尼管控及台海安全等诸多议题进行了讨论 那么美中关系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走向呢 请听记者唐元元的报道 本周三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旧金山结束了双边会谈 据白宫在会后发表的声明指出 两国元首谈及了合作打击毒品 恢复两国军方高层交流 建立人工智能对话 气候问题合作等等 同时拜登也重申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 针对外界关注的台海安全问题 在拜习会后 中国官媒新华社援引了去年两国领导人 在巴黎岛会晤时的谈话指出 习近平在会谈时强调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对此 美国乔治城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韦德宁 在一场研讨会上分析表示 中国官媒会回头提及巴黎岛会晤的内容 而不是报导有关旧金山会晤的最新谈话 显示习近平在此次拜习会中 并没有从拜登口里听到他想要的保证 今年在拜登表明美国的对台立场时 中国并没有得到想听的回答 他们觉得美国去年在巴黎岛 做出的声明更好 当时美国表明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拜登没有从一个中国政策中偏移 只是他说的 没能如中国想听的那么多 此次拜习会的另一项重大进展 是双方重启了美中军方间的对话机制 美中间此前的军事对话管道 由于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访台 而被中方全数切断 韦德宁就此指出 实际上美中的军事对话管道仍旧没有完全恢复 他们没有重启五角大楼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战略对谈 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前 美中有八个层级的军事互动管道 他们现在只恢复了其中的一些机制 与此同时 外界也关注拜登与习近平看似在多项议题上取得共识 若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这是否代表美中关系有止跌停损 重返合作的意味 对此 美国学者普遍认为 随着2024年美国及台湾的总统大选即将执行 此次亚太金河组织峰会 是美中两国领导人在选战前 最后一次能面对面会谈降低冲突的机会 因此此次拜习会更大的目的是管控分歧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亚洲研究资深副总裁邱维德指出 这场会议不是重启合作 美中不会现在开始出现合作关系 两国还是在全面的竞争 建立沟通管道 只是确保竞争不会升级成冲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元元 华盛顿报道 在拜习会后 中国微博热搜前十位的话题 大多关注美中关系 而中国官方媒体则炒作 拜登在公开记者会和白宫声明中 都没有提到不支持台独等问题 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拜登在旧金山和习近平会面之后 新华社和央视都带头发布拜登重申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说法 港台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但是拜登会后 记者会以及白宫发表的声明都没有提到 拜登说不支持台湾独立 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 叶耀元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如果拜登没有说 中方有可能借由拜习会 捏造美方不支持台独 炒作所谓弃台论 以美论的文圈 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 近日当民进党传出 台湾驻美代表 萧美琴是副首人选的时候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说 是独上家独 叶耀元说 拜习会后微博热搜 前十名的话题最多八个 和中美有关 但是对拜登答复记者追问时说 习近平是独裁者 管理共产国家 在微博上搜寻关键字都没有出现 自中国移居台湾的网络观察者 佐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 有两种理解方法 墙内的网民留言 可见一片叫好按赞 例如合作共赢 和平共处 大国外交再起新陈等等 置台中国异议人士龚宇健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 微博热搜属于官方宣传 都是党在控制 说明中国政府现在的基调 着眼于修补尖锐的中美关系 龚宇健说 共产党斗争则旋 就是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对于习近平说 都没计划打台湾 他一个字也不会信 龚宇健说 当年在80年代初期 邓小平需要日本的这个大笔的援助 跟需要日本的这个投资的时候 他就鼓吹中日的友好 那时候什么 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呀 所谓的八年抗战 那通通都不停 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 就全部都是听到的 就是中日 世世代代代要友好下去 就现在的十个热搜里面 有其一个都是中美关系的 这种友好的这种论调的话 就是在我们这些人看 就觉得很熟悉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味道 就是共产党在要需要你的时候 他可以叫你轻爹 但是他如果说他超过了你 他要斗争你的时候 他就是一匹战男 要恨不得把你吃到连骨头都不剩 对于中美转为交好 中国人民买不买单 龚宇健认为 国内有两种声音比较突出 小粉红会认为 习近平展现了大战略家运酬帷幄 对中美关系收放自如 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另外一种声音 则是国内异议人士 对美方这次接待习近平 有很多批评 担心中方再次得到美国输血 又满血复活的话 习近平迟早又要输出 他的独裁主义跟美国对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谢小华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拜席会中 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台湾的总统府对此表示感谢 并强调台海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已经是国际间的高度共识 请听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拜登与习近平会晤 针对台海议题表达 美国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两岸旗舰应以和平方式解决 台海和平稳定符合全球利益 他并呼吁中国克制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记者表示 美中领导人就台湾问题进行实质讨论 习近平告诉拜登 台湾是两个超级大国面临最大危险的问题 这位官员表示 中国领导人说 中国没有计划在未来几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但讨论了可以使用武力的条件 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林玉禅 16日回应表示 拜登政府自上任以来 在各领域展现了对台湾坚肉磐石的支持 台湾的安全与印太地区和世界的安全息息相关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议员 有能力以及议员与国际社会 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 周四在例行记者会指出 对拜登总统再次利用 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场合 公开表达美国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 外交部表示肯定与欢迎 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 将持续积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深化台美安全伙伴关系 并与理念相近国家紧密合作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根据央视报道 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台湾的副总统同时也是民进党总统参选 赖清德周四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习近平如果真的跟美国政府要求 不要持续武装台湾 倒不如中国先放弃武力攻打台湾 习近平要求美国之前能够先检讨自己 应该要放弃对台湾的武力攻击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16日重申 他主张对话嚇阻降低风险的3D战略 包括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对话交流降低风险 他愿意扮演和平的促进者 风险的降低者 让台海和平共同共好 攜手前进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吴一轩回应称 乐见美中两国直接对话 并且感谢美国对于台海和平 稳定表达坚定的立场 两岸维持现状是现阶段最大公约数 沟通可以降低误判的风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 为了前往日本不惜闯关 最终被遣返回浙江的异议人士朱鱼夫 在遭当局软禁期间证实患上癌症 并将于11月17日接受切除手术 朱鱼夫以经济状况和治疗效果为由 促请当局放行 让他到日本接受后续治疗 而家属对于朱鱼夫突然身患重病 感到可疑 担心另有内情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朱鱼夫自上月初腹部开始疼痛 在杭州接受连串检查后 11月15日确诊为胃癌 由于尚未扩散 院方决定在17日为他动手术切除 朱鱼夫定居日本九州 做事保30多年的妹妹肺癌晚期 根据妹妹的经验 她盼望手术后能到日本接受后续治疗 那么日本她的治疗的癌症的水平是世界最好 我妹妹肺癌晚期已经存活5年了 如果在这里的话 那你就根本就是不要抱什么希望了 因为在国内的好药要用到那些特权阶层 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自己去用的 可是现在公安部门 他们明显是在拖 我昨天一次一次的通知那个国保大队的大队长 这个国保也不露面 朱鱼夫曾因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 背叛有期徒刑7年 他出狱后申请出国一再碰壁 今年3月更被国保没收护照 本月初他计划经由广西越过中越边境 却遭当局拦截 前返杭州软禁 朱鱼夫认为当局与其维稳 倒不如让他出国 否则理应为他治病买单 目前当局派保安在朱鱼夫的病房外 24小时守卫监控 白天一个晚上一个 就是24小时两个人 我走到哪里呢 他都要跟着到哪里 任何人要来看我 他们要拍照片 拍了以后上传给主管警察 担心我再出走 朱鱼夫最小的妹妹朱小燕 在日本为哥哥的病情奔走 对于朱鱼夫突然身患癌症 并要马上动手术 他心存疑虑 胃不好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当时我就很怀疑 我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 就是最大的一个担心 以前就那么多人就突然的被死亡 那这个我是心里就有很大的阴影 突然之间就说有这么一个病 我翻了一下资料 就像他这样的手术 确诊以后一般会等两三个月吧 怎么就马上就要手术 其实我们电话上都没办法说上真正的心里话 是没办法说的 因为他的电话是监控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本周四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国主要城市楼价已连续四个月下跌 而伴随民众购房内需严重不足 房企资金链断裂 中国房地产泡沫也正濒临崩溃的边缘 那么当局大举出手救市 又能否重振颓势呢 请听记者经纬的报道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 日本野村证券在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 截至去年底 中国未完工的预售房规模 已达到房企碧桂圆规模的约20倍 上述报道援引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及其团队表示 中国目前约有2000万套未建成和延迟交付的房屋 分析师预测 完成这2000万套房屋 大约还需3.2万亿元人民币投资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说 野村证券的评估凸显中国房地产市场所面对的最大问题 就是产能过剩 野村证券的报告还指出 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崩溃和开发商普遍受到信贷影响的情况下 交付一再延迟使购房者的耐心愈发不振 报告警告说 明年将出现一个时间节点 延迟交付住房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可能会危及社会稳定 彭博社周二援引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政府计划注入至少1万亿元人民币的低成本融资 以期提振房地产行业信心 据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政策性银行 分阶段注入资金 通过抵押补充贷款和专项贷款等政策工具 以支持保障性住房 城中村改造和平级两用基础设施三大工程的建设 曾在中国从事房地产行业多年的刘金星分析说 当局通过政策性银行注资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解决房地产公司出现的资金流动性问题 然而该政策只能支撑房企延缓暴雷 并不能促进购房需求 其实这一系列都显示 那个三条红线呀 这条政策已经完全抛掉了 可能还是要把精力放回到固定赛投资 更重要的一块就是房地产的投资 来推动中国经济重新走向投资拉动型的这种增长模式 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是收销售额 虽然中共当局近期刺激政策跌出 但仍难以阻止房屋销售量跌时加剧 不仅是销售额 房价市场也不容乐观 据国家统计局本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 全国主要城市楼价已连跌4个月 10月同比下跌的城市总数较9月增加至47个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 华盛顿报道 负责管理美国公务员退休金的美国联邦退休储备投资委员会发表声明 表示接纳投资顾问的报告和建议 调整旗下管理680亿美元的国际基金基准指数 继中国后再把香港从追踪指数名单剔除 代表基金不会再投资中港股市 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负责管理美国公务员退休的美国联邦退休储备投资委员会发声明 表示接纳投资顾问的报告和建议 调整旗下管理680亿美元的国际基金基准指数 继中国之后再把香港从追踪指数名单删除 代表基金不会再投资中港股市 委员会公开投资顾问的建议 表示美中的紧张关系加剧 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连串没办法预期的事件 包括涉及投资中国高科技等敏感领域的限制 中国公司退市事件以及俄乌冲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等 所引发的波动会出现交易成本或投资者被迫出售等问题 又说如果现在对中国的投资限制只是对中港股市进一步限制的开始 基金投资产生的不确定性可能远高于投资的回报 委员会表示新调整会在明年启动 启动后基金覆盖的国家数目从21增加到46个 能扩大基金投资的机会也改善风险收益的状况 对于这次调整选择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时公布 经济学者陈晓龙表示美国金融界过去对中国投资大量的资金 在疫情期间投资金额高达8000亿的美元 但恒大、碧龟园等连串爆雷中国政府并没有处理 而习近平想借这一次访美重新让美国等外资投资中国 协助中国解决经济危机 美国政府持举是对中方表明态度 陈晓龙强调美中关系处于冷战的局面 两国元首会面只是策略的调整 重启沟通是为了避免发生热战 加上有台湾的问题 美中之间不可能回到以往的关系水平 在金融等领域的限制会持续 熟悉香港情况的财经评论人立世民表示 虽然宣布不再投资港股的退休基金 管理的资产不算是大规模 但政府的退休基金很受欢迎 这次的行动等于宣告不看好中港股市发展 就亚洲电台记者陈止飞报道 节目最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热点事件 综合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后 当晚在旧金山出席了美国商界的欢迎晚宴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 习近平在晚宴上说 中美合作空间大 中国准备好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和朋友 综合消息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 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均价环比下降0.38% 9月份下降0.3% 综合消息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四表示 为说服北京加强合作 制止合成阿片类药物分泰尼流入美国 听众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节目 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韩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